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 张律师栏目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希望可以通过 杰出人才的方式来到美国 但是又很担心自己并不那么杰出 可是有一个在中国大陆的普通牙医 他找到了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张迪凯律师 张迪凯律师帮助他成功的获得了NIW 国家利益豁免 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帮助他们全家成功的来到了美国 这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绿卡获得的方式呢 我们来听听张律师的详细的介绍 张律师你好 大家好 张律师 这个牙医您说是非常普通的 那您是怎么帮他以及帮他全家进入到美国的呢 对 我们是用EB2 NIW National Interest Waiver的方式 这个跟杰出人才很大大的不同 杰出人才是看你的过去 是看你的杰出 是看你的奖状 是看你的推荐信 是看你多了不起 然后美国发你绿卡 NIW National Interest Waiver 国家利益豁免的概念不是看你的过去 是看你的未来 是看你想要来美国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牙科医师通常都是比较高学历的 那他也是他也在国内做了蛮多时间的 所以他符合这个Advanced Degree 所以很容易他就证明有这个技术 困难的地方呢 是在于普通的牙科医师来到美国 难道是跟美国的牙科医师抢饭碗吗 要是跟美国牙科医师竞争的话 那美国就不会批准 对不对 通常想要申请工作签证用EB2的方式 你是需要有一个雇主 然后在美国打广告 然后要是没有人来应征 他们才会发这个绿卡给你全家 那么EB2 NIW呢 就是证明我不需要打广告 我不需要跟劳工局去应聘 因为我要来美国做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对美国有帮助 然后请人的话也大概请不到 像我这样子的人才 并不是说你是最好的人才 就是想要做这个事情比较难找 是用这种概念 所以跟EB1A接触人才是大大的不同 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可以符合EB2 NIW 比如说只要你学业够好 比如说你有个硕士学位 或者是你大学毕业本科 然后你有五年十年的这种工作经验 然后你有一些比较比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你来美国的目的 你想要自己成立的公司 你要带来美国的贡献 其实比较独特 不需要说一定会成功 移民局了解很多人申请EB2 NIW 是个risky investment 很有可能全部都会失败 并不是说每一个都会成功 但是只要你有这个希望 你有这个计划 他们想要让更多的人 全世界的人来尝试来做这些事情 只要愿意 美国就可以发绿卡 所以这个普通的牙科医生 我们就帮他准备这整个NIW的package 我们这个客人他做牙医师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小教授 他也做了一些研究 也有一些政府的补助 教他怎么样去做 他研发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技巧 当然不是说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也没有说很多的文章 更不要说上节目或者是有任何的出版了 但是因为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证明 他要来美国来做的这个牙科 在美国还是比较少有的 所以打广告也不用打了 因为没有人会做他做的这个事情 所以请你发给他全家绿卡 我们用这种方式申请批准 全家就入境美国了 张律师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棒 那想请问一下您 这个AIW和杰出人才移民签证 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用一个比喻这样子最清楚 一个小笼包厨师 非常有名的小笼包厨师 很容易就可以申请到EB1A 对不对 他有营锅奖状 他有在大宴上煮出这个一笼 特别好吃的这个小笼包 但是你说他想要申请EB2NiW 这个就有点困难 难道美国那么需要这个小笼包吗 对不对 所以比较困难 因为他就并竟只是一个厨师 EB1A杰出人才是给各行各业 最顶尖的人士 也不是说最顶尖了 但是就是蛮顶尖的人士 对不对 你有奖状 你有membership 你有推荐信 你有做过比较了不起的事情 你有改变你的行业 这些是属于EB1A EB2NiW国家利益豁免 它不是看你的过去 它是看你的未来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事情 美国到底需不需要 美国有什么东西 有任何的新闻 证明非常需要这个事情 我常常喜欢 现在打一个比方 给很多客人听 要是你是做一个Factory Owner 你在国内是不是有很多 都是做这种管理工厂的厂长 对不对 很多的厂长 美国是不是很少厂长 尤其是创造这种iPhone的 现在美国就非常需要 像这样子的这些精英来美国 来管理这些厂长 在美国的Factory 但是没有这些人才 过去这十几二十年 都没有这样的人才 没有做这个事情 所以在韩国很多Samsung的人士 可以通过EB2NiW 过来美国 做这些这种高科技的 很多中国的人 要是想要来过来美国 也可以通过EB2NiW的方式 在国内 你想要当一个非常有名的厂长 这个可能很难 但是你有这样子的技术 美国又需要这样子的人才 所以那样子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接触点 所以EB2NiW跟EB1A 其实是非常大的差别 好 谢谢张律师的介绍 既然刚才您说到的 这个是叫做国家利益豁免 那是不是就是说 签证申请者的从事的工作 必须是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呢 虽然这个title是非常的大 但是只要你有做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可以了 所以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帮助整个全美国 或者是全州或者全city 但是你不要只是说解决一个问题而已 所以很多人也说 现在美国也非常需要卡车司机 well 你虽然美国非常需要 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卡车司机 都会发绿卡让他们入境美国 对不对 但是要是你想要来美国 然后解决美国物流的问题 你想要开一家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美国比较少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你的背景有比较特殊的这种才能 因为你在这个行业做了五年十年了 那你就可能可以得到这个全家绿卡 好 今天非常感谢张迭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 张迭凯律师和大家介绍 他到底是如何帮助中国大陆的一个牙医 成功的获得了AIW国家利益豁免的绿卡 帮家里的所有的人都移民到了美国 好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